师傅,请帮我看一下图腾,我是1982年属狗的 咖啡狗 我想看一下我的身体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因为饭饭的都不是太好 我帮你从上面看一下来啊 嗯,好,感谢 82年的狗啊 对 记忆性不好 眼睛干 嗯 现在牙齿也不好 对 我告诉你,颈椎有点小问题 嗯,对 肺道还可以 肠胃有些小问题 靠近肚脐眼这个地方 经常吃东西这里会有点胀痛 嗯 对 而且 一吃凉的东西就不舒服 嗯 好,妇科不好 嗯 对 涨东西了 哦,是吗 涨子宫肌瘤吧 索面 哦,那这个问题大呢 还可以 你 你能不能听听师傅话 干净一点可以吗 嗯,好 像你这种人 欲望这么高干干嘛 你告诉我呀 你学佛人啊 自己愿望小一点 可以吧 欲望 嗯 好 好好好 你要不守戒的话 你我告诉你 你这妇科早点晚点 出大事 我只能讲到这里 嗯 那我现在是 大腿 疑念有问题吗 有啊 左面啊 有小的子宫肌瘤啊 哦 这样子啊 那 因为我没有去医院看 第一 要干净 嗯 第二 不能 哎 女孩子真的不能老有这种方面的事情的 一定要干净 那么第三 自己要念经啊 要多喝大杯水 要经常喝很多 liter的 一天至少喝四个 liter到五个 liter的水啊 来冲啊 让自己小编通畅 要排毒啊 你现在 现在有时候小编都晓不出来啊 哦 我告诉你 这个水要多喝 对啊 还有你的肾脏 有点小问题 肾脏也不好啊 嗯 你看看你的脚 你的脚趾经常会发冷 对 脚很冷 啊 根本没雪下去的 我看到雪走到你的 脚腿关节上面这个地方就下不去了 还会发麻 哦 嗯 对 然后很凉 现在知道嘛就好了 所以这件事情都要泡脚 明白了吗 嗯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一个女人如果身上全是凉的就跟鬼差不多了 嗯 听得懂吗 我也印记特别重是吗 对呀 印记特别重 印记特别重干嘛知道吗 知道 你你学佛没有啊 你学佛没有啊 学的 学佛应其中应该念什么经不知道 大悲咒 还有我讲啊 嗯 我跟你讲啊 一个男人如果色眉眉跟你天天在一起的话 他身上也是引起没有阳气的 所以跟这个男人都没有用 嗯 听不懂啊 听得懂 我看你我看你在找自己找找身体的麻烦了 我看你我看你小腿关节都不好 嗯 对 抽筋 抽筋 嗯 嗯 那师傅 那我那个服务方面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啊 第一要保持干净 经常洗澡 第二 嗯 多喝水 而且呢 要吃一些消毒的那种 消炎的像牛黄这种解毒的 嗯 好的 还有 你自己要 经常要念礼佛 一天至少念三遍 嗯 有的 有的 还有大悲咒 加强自己的能量 嗯 听得懂吗 有 还有自己眼睛 照着镜子好好看一看 看看 从你的眼睛里你能看到些什么 师父告诉你 嗯 你可以从你的眼睛里可以看到你的阴气 一阵阵出来 因为 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眼睛里出一阵阵的阴气的 我还没告诉过别人的 你是第一个 感恩师父 所以有时候 我好久没照镜子 对啊 现在知道吗 现在我告诉你 很多人有仇恨 照着眼睛 眼睛会冒火的 真的 你们看不见 很多人发脾气的时候 眼睛现冒火 很可怜 明白了吗 还有 师父 我这个 嗯 师父您说 少去接触任何色情的东西 对你来讲 嗯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是预念中还不干净呢 对 师父 就这样 而且你的前世就是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你这辈子 我可以告诉你 你睡在床上时间长了你就想做这些事情 你现在给我少睡觉 嗯 听得懂吗 多做事情 听得懂 一天睡个六个小时 七个小时 八个小时 最多了 起来就多做事情 让自己忘记这方面 因为一坐下来 一躺在床上 温饱私盈喻 听不懂啊 嗯 听得懂 好了 嗯 那师父 我就是 现在的业障比例是多少啊 几几年数什么呢 嗯 八二年数个的 对不起师父 还是很多啊 三十八 哦 又升高了好多 嗯 你自己要找找毛病的 你是不是 网上看看什么东西啊 你少看的 应该没有 什么叫应该啊 我可能真的就像师父您讲的 就是我前世可能这方面的业障 确实特别多 因为我从年少的时候 我的生理期就不正常 看见了 我感觉那个肯定是前世带过来的 我告诉你 要记住了啊 你真的要记住了 你不行啊 你要出事的 你否则 生理上 心理和生理都会出事啊 你千万千万 能能守戒就尽量守戒吧 好吧 对 因为我其实现在 我生活中我是一个人过的 对啊 一个人过 所以我就觉得 手都不要乱放 脑子不要乱想 嘴巴不要乱讲 哪怕听人家讲这种婚笑话 都会犯淫 邪淫的 不能听的 人家男人一说婚笑话 走开 我就看见有个我们的佛友 很好 我离了很远的地方 参加 带他去 好几个人 到时候大家一起参加一个什么party 是一个也是一个政府的什么碰到一个熟人 在那里吹 讲的这种笑话 他啪就走掉了 我告诉你 师父就觉得他非常可爱 非常好的孩子 有的时候人就要坚强 我听都不要听你的 跑了 你完了吗 你要学这些 好了 我一定好好改 那师父 我就是身体 整体上 不会有太大问题 是吗 你的肝怎么也不是太好 肝是吧 你家里人 有没有肝炎的 生过肝炎的 我妈妈 我妈妈的肝不好 看见吗 遗传 遗传是 你自己 干是造血机器 所以你自己呢 吃东西要干净 第二呢 要多喝水 我觉得你们早上一定要喝搭杯水 搭杯水非常非常好 对 有喝 好吧 也不要怕 暂时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你要是协赢的话 我告诉你 我保不了你的 明白了吗 对 我明白 其实现在 真的很多东西都已经是菩萨给的 知道就好了 像你这种人死两次 过去肯定死两次过了 差一点 死两次 死过好多次了 死过好多次 两次比较大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差点死掉 所以自己要懂啊 要珍惜啊 学到佛法 这个佛法难闻啊 明白吗 静以闻啊 好了 对 好了 再见 那师傅 您能不能大概讲我一下 就是我最近会不 除了您说的那个 欲念方面的 谐音问题 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 太大的不如理不如理 全部首届 其他没有什么 你主要是谐音 我告诉你 你上辈子 就是犯了这个大罪 我刚刚一看就看到了 听得懂吗 其实我也这样觉得 因为确实我也 嗯 就 修业了好多年 但是那个生理期 一直有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肯定是太大的问题 讲都不要讲 人的生理期 也是根据意念跑的 你去看谈恋爱的女孩子 男孩子 生理期都不正常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荷尔蒙产生变化 所以人 生理就产生变化 嗯 所以这种东西 你更不要跟我讲的 你脑子里想什么 你身体上就会什么反应 所以一定要干净 你一定要彻底的守戒 好了 再见了